嗯 劉冥泉路的劉冥泉是誰? 原本是愛百路的劉冥泉路 因為對百路軍很敏感 所以改為劉冥泉路 這條路距離最知名的基隆廟口夜市 只是600公尺左右 除了人一路口的肯德基牛排店 會有觀光客之外 其餘的商店多半都是服務本地居民 除了基隆之外 還有位於高雄的冥泉路 在高雄市古山區的東西向道路 東起翠華路行接美術北三路 西指於古山三路 當然 普遍大家知道冥泉這個名字 可能是位於台北士林的冥泉大學 這樣劉冥泉到底是誰? 聚焦十九世紀末台灣歷史 不得不提到劉冥泉這個人 劉冥泉自省三 西元1836年出生於安徽合肥 早期是懷軍將領出生 在清廷和太平天國的戰爭中多有表現 因公升任直帝總督 並參與念亂的平定 西元1884年因清發越南戰爭台灣情勢告急 清廷下召劉冥泉以巡虎 涵督辦台灣事前直帝總督副台 劉冥泉略施小計 撇開法國人監視和封鎖 成功抵達紀錄 抵台北九 清發即在台灣北部爆發戰爭 戰前劉冥泉增建砲台積極調度報防 清軍一度擊退法軍 這場戰爭更令清廷意識到台灣的重要性 台灣建省之意再起 不過劉冥泉起初從虎髮、財富等考量顧慮重重 另方面擔憂台灣單獨建省 反而會失去福建的支援 建請清廷暫緩 不過清廷都是下定決心建省 西元1885年劉冥泉正式擔任福建台灣巡撫 首與工作的是鞏固海防 劉冥泉命人至國外購買火炮 並在基隆、護美、海南和澎湖等地增建十多座新式炮台 一定程度強化台灣和澎湖的海防 劉冥泉還設置軍械機器局籌辦軍火業務 虎髮過去是台灣統治者棘手的問題 早在西元1874年 日本曾以牡丹社事件大造文章出兵 展移對台灣的野心 令大義的清廷虧底 劉冥泉就將虎髮視為重點工作 廣切、虎狠局 虎髮、虎絞、併矩地軟然劍絲 但徵伐也對翻文造成傷害 在台灣的各項政策都需要相當多資金 劉冥泉決定全面清查田庫 即使過程中阻力重重 在劉冥泉堅持之下都獲得巨大的成效 正是田庫的收入就比之前多了49200元 達到674200元 成長超過四倍 台灣每年的財政收入 也都從劉冥泉到任初期的九十幾萬兩 增加到三百萬兩 興建鐵路是劉冥泉台灣巡撫任內的重大建設 他眼光長遠認為 收足鐵路對台灣的海防、建散和開發都非常有利 不理保守派反對意見 最終獲得清廷同意辦理 原先規劃鐵路系從基隆、台北、台中延伸到台南 在劉冥泉離台前 已經完成了基隆到台北段的鐵路 清法戰爭 劉冥泉深感到台灣通訊傳遞的困難 甚至延誤軍情 西元1886年 在清廷授意之下 在台北成立電報局 與外商合作鋪設水陸電報線 之後完成串聯台灣、南北的陸上電線 以及戶美通往福州和台南通往澎湖 兩條海底電線 台灣對內對外通訊大幅改善 與電報通訊有關的油證系統 是劉冥泉另一項重大變革 劉冥泉成立台灣油證總局獨立發行油票 舊有的驛站改造為新式的油證機構 並設置油船定期往返台灣、大陸傳遞油檢 為台灣油證現代化開端 劉冥泉偵察雖然不是盡善盡美 但她的確滿康抱負積極建設台灣 但是因為採媒擴爭議和身體不適去職 於西元1891年黯然離開台灣 接任巡婦邵友年 沒有劉冥泉的雄心壯志 加上財政困難 劉冥泉時期很多建設和變革都紛紛中止 西元1895年 清廷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 割讓台灣 臥病在床的劉冥泉 全民信悲痛吐血 隔年即抱住遺憾離世 中華人